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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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记者招待会正式开始 各位传媒的朋友 各位嘉宾和各位盟友大家好 我是青年新席的发言人王章杰 首先很欢迎大家来到今天我们联合的记者招待会 以下是我们选军联盟的声明 在1972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 要求联合国将香港 剔除了在殖民地名单以外 令到香港人 从此失去了联合国 赋予给殖民地人民的自权权 在1984年 香港前途的问题 由中英双方政府来决定 所谓的三脚踏 缺少了最重要的一方 就是香港人自身 又关于香港前途的问题 香港人竟然被排除在外 在1997年 主权被移交以后 港中的矛盾 人亦占预 本土意识 和香港人强烈的身份认同 中占形成 直到2014年 在831框架 有发的雨伞革命 足使三十年以来 被提出的民主回归律 寿终正寿 由新生代 所带领的香港 在催泪弹当中梦醒 本土的思潮急促冒起 不同的新生组织 在抗争路上面 扮演着不同的角色 有人选择移活的路线 希望由地区工作开始 实现公民富权 也有些人尝试 以拥抱抗争的方法 打破困局 在街头 扶上不菲的代价 五十年不变 所谓的这个承诺 将会在2047年戒满 香港又再一次 站在这个十字路口上面 不过 今次 在这个二次前途的问题上面 我们这一代 不希望再受摆布 决心要掌握我们自己的未来 改善香港的命运 所以 青年升职 东九龙社区关注组 天水为民生关注平台 长沙华社区发展力量 池云山建设力量 以及屯门社区关注组 将会组成选举联盟 进军九月的立法会选举 我们将会以香港民族前途自决 作为我们的竞选纲领 作为自决前途必要的团建 香港人必先要建立 明确的身份认同和价值 我们提倡以公民民族主义 建构香港民族 凡认同香港价值观 愿意加入成为社群的一分子 以香港利益成为依居 有守护香港的意愿 并且具有香港主体意识的人 成为香港民族的一分子 香港经历过百多年的英治时代 拥有和中国不同的历史 在主权被移交以后 香港人为了对抗赤化 经历了一系列的抗争 独特的历史 共同的烦斗经历 成就了这个民族的崛起 我们进入议会之后 除了会运用在议会的倚家能力 推动本土的政策之外 亦都会借用议会的话语权 以及资源和不同的组织合作 在社区、校园、媒体 不同的历界、各条的阵线 提高香港人的民族意识 为日后的自权打好根基 香港民族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 国际公约 当享有自权2047以后前途的权利 在香港急速赤化的背景下 时间并不完全站在香港人里面 进入议会之后 我们希望展开香港前途的讨论 我们预算将会在2021年 举行香港前途的自权公投 在这个公投里面 到底是要维持一国两制的现状 还是要更改香港的政体 将会交由香港人决定 而香港独立 将会是一个必然会出现的其中一个选项 我们选择2021年进行自权公投 无论结果如何 都会将会对2022年 国际的行政长官 构成巨大的政治压力 只要我们团结一致 奋力抵抗 香港的民族 终必可以反收为工 掌握前途谈判的主导权 青年新政积极考虑在九龙西 新界西 以及港道区 出现今届的立法会缓届选举 而东九龙社区关注组 亦都会积极考虑在九龙东出现 选区联盟的成员 亦都会考虑加入联合名单 这四个选区 都是我们上年在区议会选区的根据地 未来几个月 选区联盟每一个成员 都会尽全力继续地区工作 宣扬本土理念 关注本港议题 讲解自权计划 以及说明我们的政光 我们会就着不同的政策范畴 在选举前的时间 一一都向选民深入去讲解 过去我们经历过2015年区议会选举 和立法会新界东补选 两场选举洗礼 深深明白到 选举工程一点都不容易 但正如学院的香港青年时代宣言里面所说 我们从来都没有卑躬屈失的选项 所以我们提出 《All in Hong Kong》这个hashtag 正是想提醒大家 香港的民族得到这一次机会 让我们严无反顾 继续走下去 我们邀请这么多位香港人 特别是年轻一代 投身一场属于大家的时代革命 希望大家报名参与我们的义工招募 同时亦都呼吁有能力的支持者 捐赴支援我们的地区工作 大家好 大家好 首先我有一点介绍 我是东九龙社区关注组的陈泽涛 我是东九龙社区关注组的陈泽涛 现在在主题公园做工程师 可能你们会问 为什么一个工程师会来搞政治 用主题公园的语言来说 其实我们希望在香港的政治生态里面 带来一些想象力和冒险精神 我们东九龙社的关注组 其实是从高登出来的 我们用我们独有的风格 赢了这个落华北的选区之后 其实我们一直都在想 究竟我们还可以做些什么呢 的而且确 在香港 香港人好像真的没有什么可以选择 简单来说 譬如我们举个例 看电视 我们其实可能想看选战 想看这个 想看选战 想看这个 想看这个 杜火新闻线 但是为什么我们开电视 看来看去 都是爱回家 还要做完爱回家 有做爱回家 好了 我顶不住了 转台 谁知道播放的是亚者 还要是2010年的亚者 我们觉得 香港人受不了 我们需要的是选择 香港人应该有得 划算 香港人是必须要划算 香港人也很能力划算 所以 我们现在提出的 是希望有一个公投的平台 我们很开心 看到其他政党 政团可能现在 都在说公投 有些人说辞职公投 有些人说要循序漸进 搞公投 搞十年 我们觉得 你要推广公投文化的话 你要做的 不是跟人说十年 说公投多好多好 而是 真是去实践 真是由这一刻 就给大家 不如大家可以公投 拿些民生议题出的公投 其实 三跑不值得公投吗 其实 全民退保不值得公投吗 甚至在官堂 建一个又没用又浪费的 噴水池也好 我们都觉得 应该是拿出来公投 所以 我们今次的目标 就是建立一个平台 只要这个平台上面 有足够 对某议题有兴趣的人 如果他们觉得 需要一个公投的话 我们就会 将这个全民公投正式启动 而 结果 假如 东九龙社区关注组 那么幸好 真的有人可以进入立法会的话 我们将会根据公投结果 来投票 而大家的票数 就可以全面进场 那么可能 可能你们立即会问 那这不就很快 基本上是一个投票机器 那我想大家其实有些误会了 我们有 我们的立场 我们的立场 也都 我们没有立场 我们不会坐在那里 也都是 因为我们也用到我们的方法 希望香港人相信我们的立场 但是我们所有立场里面 有一条是最重要的 就是香港人 是应该可以决定自己的未来 每一个香港人 他们生于香港 长于香港 甚至不是长于香港 只要认同我们公民民族主义的价值的话 其实大家都有这样的能力 有这样的责任 去为自己的未来去打算 所以 假如有一天真的很不幸 我们的东九龙社区关注组的政组 或者主张是香港人不认同的时候 我们也会尊重香港人的选择 尊重香港人的价值 至于你们问我们 那你们冲不冲 或者你们会不会只是投完票就算了 我想说 其实一个议会抗争 和我们公投的投票 其实是两回事 我们作为高登仔 有得冲 当然是狗冲 但是 我们也相信 在冲和不冲空之间 其实还有很大的空间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举个例子 假如暗梁胜在投票 真的大家要 突然间 警钟响 不明 那就不能投票了 当然我知道虚报火警 其实是很大罪的 要坐牢的 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们 其实我们有很多手法 是可以即时中断议会的 当然我不会说出来 说出来就不行了 但是我希望大家 我们高登仔 创造力量和幻想 是绝对会下你一跳的 所以希望大家相信我们 好 好 以下来 我们会有一个 Q&A的练习 如果各位媒体朋友 有相关的问题 都可以问到我们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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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